这一期我们要说的是一名刺客英雄 他曾经在游戏中是武杀常客 而且常做半位席 但现在出场率常年垫底 他就是阿柯 相信很多老玩家都知道阿柯这个英雄 曾经的野区霸主 依靠自身的高爆发伤害 可以在场上打出收割效果 并且后继的阿柯拿武杀非常简单 而现在已经很少有玩家看到阿柯的身影了 虽然策划对可暴击伤害 提升到了2000点 但依然没有带动阿柯的出场率 其实现在阿柯出场率如此之低 还是因为他强度不够 虽然阿柯被刺可以100%打出暴击 但玩家对游戏越来越了解 现在不管是射手还是法师 出装都开始偏肉 而阿柯是典型收割型英雄 一旦一套技能秒不掉人 自己也没有保命技能 大概率会原地交代 再一个原因就是打野位强势英雄太多 像赵云 静 本赛季强度都很高 不管是续航还是持续作战能力 还是秒人能力都不比阿柯差 所以大家自然已经放弃了阿柯 那大家觉得应该如何挑战阿柯 才能让这位英雄重回野区呢